感谢主 神很特别 因为我们明天就是庆祝我们三周年了 但是我们庆祝堂庆之前 竟然是生命纪的二十章 神也借着这张圣经来对我们说话 来到三周年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神呢我们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啊 神你怎么来带领我们呢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迎接我们前面的日子 我们都相信人生总有挑战 但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跟随神呢 每逢堂庆的日子我们就会回顾 更加会展望 其实回顾也是为了要展望 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跟神呢 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也来到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关口里面 在这个关口上面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兰地 这个地方是一个美地 正如那些探子所看到的一样 的确是一个流来与密的迦美之地 所有的龙作物 气候 都是很独特 而且是非常的优厚 但是问题就是进入迦兰地也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眼前也的的确确是有很多挑战 因为在迦兰地居住的那些迦兰人 全部都不是善男性女 他们曾经是被巨人围绕的地方 但是你想他能够在那里站得住脚 以色列人入迦兰之前才生过了巴山王二 这一些巨人之王 这应许之地就在迦兰地的附近围绕的 你想一下迦兰人他竟然可以仍然屹立的话 这些巨人的国度 巨人之王 他们也很想占据多一些的地方 但是他们竟然可以能够抵抗得住 你就知道迦兰人一点都不简单 所以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地方 要面对这些敌人 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当然有神 所以关键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跟呢 我很喜欢一句话 就是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跟从神 神来从从来没有允许过我们天色长男 但问题就是神允许过 微难之中就有力量 患难之中有神的帮助扶持 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 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之路 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真的呢 如果没有磨难没有考验 你不会知 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 你怎么知道你的水准 你的质量去到哪里 只有比赛那种高压之下 强大的对手面前 才能显露出你真正的实力 一世便知道 所以以色列人来到这个关口的时候 都是一样 摩西再一次去提醒他们 有一些的提点 就是要带着一个这样的心 他们才可以面对这样的挑战 第一个大段落 一到九节 一开始他就这样说 你出去以仇敌征战的时候 看见马皮车辆 并有比你多的人民 不要怕他们 因为你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你神与你同在 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 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 说以色列人 你们当听 你们今日要将与仇敌征战 不要胆怯 不要惧怕战兢 也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 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 拯救你们 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 谁建造房屋 尚未奉献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 别人去奉献 谁种葡萄园 尚未用所接的果汁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 谁拼定了七 尚未迎娶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取 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 谁惧怕 胆怯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 和他一样 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 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话 首先他说你出去 与仇敌争战的时候 当你真的要打仗的时候 当你面对这些迦南人 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 就好像今天一样 我们前面的路 一定会面对挑战 一定会面对有艰难的时候 当你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候 怎样呢 当你看见马皮车辆 并有比你多的人民 不要怕他们 当你见到敌人 好像比你强大 当你见到你的困难 你的挑战 挑战超越了你的力量 这里所讲的每一件事 都是表示 对方的力量看起来超越你 所以你见到马皮 当时的骑兵是最勇猛 最大杀伤力的兵种 所以你见到这么多的马皮 还有车辆 这些车辆就是战车 当时的战车 就等于今天的坦克 属于重型的武器 所以你见到这些马皮 这些车辆 这些的重型 带有杀伤力的武器 在你面前的时候 还有对方的人数也比你多 比你多的人民 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不要怕他们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不要怕 不要害怕 见到困难 不要害怕 好像有一点点阿Q精神 总之就是 意思就是说 当你见到困难的时候 你的反应就是 不要害怕 反而见到困难 有挑战的时候 你要兴奋 为什么呀 原因就是下一句 因为你拟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神与你同在 这个就是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 你不需要害怕 只要有神 神和你同在 你就什么都不用怕 讲起来很简单 这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和操练 我们的胆 也是这样 越操练越大 我们就这样跟着神 越走就越稳妥 就是举个例子 我们买我们的西伯仁的时候 有没有困难呢 有没有挑战呢 有的 尤其是当你见到 那个时间一直往前走 我们跟我们接着要交下来第一笔的定金 第二笔的定金 给了定金之后 这个交易已经是在必行了 但是你知道你的银行户口 根本就不足以支付 接下来要给的 那一笔成交的金钱的时候 你说有没有压力呢 有没有困难呢 一定会有的 特别是你看见我们 最后的阶段 只剩下一个星期了 我们还不够钱 那怎么办 我有祷告 等候 所以你如果你在那个时候 你的心里不能相信神与你同在 真的会惊慌 真的会胆怯的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知道神与你同在 而且这一位的神 就是你你出埃及 胜过世界 胜过埃及的那一位神与你同在的时候 即使你见到人数 对方比你更多 又有马匹 又有车辆 你也不需要惧怕 因为什么呢 因为埃及更强大 神都胜过 埃及的马匹少吗 绝对不少 埃及的色亮草吗 一点都不少 埃及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度 武力天下第一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神都可以带他们胜过 然后越过红海 昂然 阔步 进到今天的这样的境界 所以你回想这些经历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会加增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在堂庆的时候 我们要回顾 要展望 因为回顾 其实要增加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回顾过去 我们怎样经历神 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帮助我们 这些的信心就是点点滴滴 累积起来 建立起来 因为过去 神这样带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 将来面对更新的挑战 更大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一样可以走得过 因为神是信实的 这个就是摩西在这个地方 提醒以色列人 你见到这一些的敌人 这么强势的时候 你不要害怕 因为你要知道 神与你同在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将要上阵的时候 祭司要去到百姓的面前先告 这个是特别特别 原来这个责任 竟然落在祭司的身上 这个也是以色列最特别的地方 全世界打仗 没有这样子的事 只有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 有祭司的参与在其中 祭司其实也是最重要的角色 因为祭司就是负责 服侍神 待下神同在 这也是以色列人要问的 以色列人当然就会问 我怎么知道神与我同在 那你就要看一下 你身边的祭司和立位人 因为他们是建造 和经营神同在的 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每天早上有成岛 我们同工在这里传递神的话语 要经营神的同在 所以你遇到事情 你很害怕的时候 你看看教会的立位人 听听成岛 你就知道神在我们当中 这也是以色列人一个很特别的 所以祭司要去到百姓的面前宣告 他说以色列人啊 你们当听 你们将 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争战 不要胆怯 也不要惧怕 战兢 也不要因他们惊恐 一讲了就讲了三次 其实前面第一节已经讲了 当你见到这些车辆 马皮 比你多的人民的时候 你不要怕他 因为神与你同在 接着祭司又宣告的时候 又连着三次提到 不要胆怯 不要惧怕 不要战兢 也不要因他们惊恐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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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的习惯 重要的事情要重复 重复三次 就是最极致的 其实就等于 祭司跟 祭司跟百姓说 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害怕 但是当祭司这样去 鼓励千万千万 不要怕的时候 事实讲明 其实是害怕的不得了 真的害怕的不得了 所以祭司才会 这样子打强心针 来跟以色列人说 不要怕 不要怕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与你们同在 要为你们 与仇敌征战 拯救你们 一切胜过 惧怕的 那些的源头 都是信心 信心和惧怕 两个是死敌 当你惧怕的时候 当然就没有信心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 你就不会惧怕 所以这个时候 也挺吊诡的 如果我们跟你说 不要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要有信心 对方就会说 我就是因为 没有信心 才会害怕 那你说 来一点信心 出来 如果真的有信心 就是因为 没有信心 才会害怕 今天这张圣经 教导我们 要怎样才可以 拿到这个信心呢 不外乎 就两个方法 就是你知道 神与你同在 什么意思呢 当你惧怕的时候 你不要 望着敌人 你不要 望着那些 你惧怕的东西 你要转向 望向神 这就是得胜的秘诀 所以摩西在这里 跟他们说 你要记起那位 曾经带你出埃及地的神 与你同在 所以你不要 望着那些 比你多的测量 马皮 不要望着那些 比你更多的民 不要望着那些 又大又困难的事情 要仰望神 回想神 当日是怎样 带你出埃及 当你一回想神 当你一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你就会安定下来 所以当祭司这样宣告 不要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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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三次的时候 他也是讲同一 同一句话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同去 要为你们与仇敌 征战拯救你们 祭司的宣告 神是安利的 祭司在这里宣告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与你们同去 就是你打这场仗 你不是单人匹马的 你不是凭着 自己的能力去的 而是神与你 一起去打这场仗 只要你知道 神与你同去 你就不用害怕 祭司就 确确实实的宣告 祭司负责代表神 服侍神 所以他的宣告 是有能力的 神自己会来安利的 神就 的确与他们同在 与他们同去的时候 就不用惧怕 我们回到的例子 就是像希伯仁一样 我们手上的钱 一直都没有够 没有够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可以 继续去呢 为什么我们那时候 明知道 户口里面 没有足够的钱 我们还敢去签 那个买卖合约呢 这是一个 很神奇的一件事 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是出于神 那你问阿迪努牧师 你怎么会知道 是出于神呢 因为神过去的代理 让我们知道 很多的印证 我们数的时候 有十四个神迹 所以我们知道 神一定会成就这件事 所以你问我 害不害怕 一点都不害怕 去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没有怎么 大力的去做什么 神自己就会供应 我们坚定的相信 神是绝对 不会误事的神 很多时候 神迹就是 最后一分钟 显现出来 你看看 以色列人过红海 前无去路 后有追兵 一直逼 逼逼逼逼的 埃及军队 一直追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那个红海才分开 不是他们一出埃及的时候 红海就分开 天使打扫干净 给你有一条路过去 还或者插一些花在那里 搞得很漂亮 让你走过去 不是的 其实是给埃及人 一路逼逼逼逼 逼到最后 走投无路的时候 红海才在他们面前分开 所以神绝对是不误事的神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信心 即使这样宣告完之后 还有第五节 他说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 说官长也要宣告 原来以色列人进入增长的时候 就是官长也一起来带领 就是属灵属天属地的权柄 一起带着以色列人往前走 确保神的同在在当中 这些官长也要宣告 宣告什么呢 他说谁建造房屋上且未奉献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 谁种葡萄园上未接的果子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 谁拼定了妻尚未迎娶的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取妻 这一段的话很特别 就是谁害怕的就不要去 如果你建造了房屋 你心里挂链 挂链这件事 你可以不用去 还有你栽种的葡萄园 还没有享用所接的果子 没有修成 你挂链这件事 你可以回家了 谁拼定了妻尚未迎娶的 你都可以回家 那还有谁能去 如果你这样数下去的时候 拼定了妻子未娶的 要回家 OK 这个都合理了 葡萄园没有收割 很多的啦 这个人数更加多了 因为以色列人 住葡萄的人 到处都是 那如果他打仗 是在收割之前的 那这里起码去掉一大半了 分分钟去了三分之二的人 那谁建造了房屋 没有奉献的 他们因为有自己的地 建造房屋 也很平常的事 因为自己打个棚 就是拿着一间卯屋 没有奉献的 那你又可以回家 那这样子回家的话 这个军队还能剩下多少人呢 其实没有剩下多少人呢 可能能够剩下三分之一 都已经哈利路亚了 这就是一支军队的三分之二 都回去 只剩下三分之一 那还有第八节 我官长又对百姓宣告说 谁惧怕胆怯的 可以回家 三分之一里面 还有害怕的 你也可以走 那剩下的 还有多少呢 为什么神要做这个动作呢 第一个原因 真战的胜败 不在乎人多人少 只在乎神 但是还有更大的原因 究竟这段的圣经 跟我们讲什么呢 惧怕的不要去 惧怕的前面还有三类人 这三类人的共通点 是在什么呢 建造房屋没有奉献的人呢 栽种葡萄园没有享用的人呢 拼定的气没有赢取的人呢 这三类人都不要去 为什么呢 这三类人的共通点是什么呢 其实这三类人的共通点 就是他们心中有忧虑 他们心中所挂恋的 是自己的事 他们心中所失利的 是自己家里的事 他们所失利 他们所挂恋的 不是属神的事 他们不是将神放在第一优先 他们将他们所建造的房屋 放在他们的第一优先 心里记挂 他们心挂的是他们的葡萄园 他们心挂的是他们没有过门的妻子 这些世俗的事情 这些东西缠绕着他们的 所以神就说 如果是这样 你不如不要来 唯有那些坚定的 挂虑神国的事 愿意与神一起出战 一起征战的 才要去上战场 神不怕人少 只怕里没有神 原来这是我们跟随神的一个指标 去到新约 我们就会更加明白 耶稣讲这个杀种的比喻 天国好像一个人将种子杀在地上一样 有些种子落在土浅的石头上 有些落在荆棘层中 荆棘一长起来的时候 都就没有办法生长 这些经济虫是什么呢 世上的私利烦扰 我的房屋建造了尚未奉献 我的葡萄园栽种了 我还没有享用果子 我的妻子拼进了尚未过门 还有我心里胆怯惧怕 原来将这些东西 缠绕着我们心里的时候 我们跟不上神 但是神又很特别 神又不勉强人 你跟不上 神让你回家 原来你要进入神的国里面 你要能够与神一起并肩作战 一起为神国处理 必须要上下一心 你和神的心 要医治才可以 你要放下你的产类 才可以跟得上神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 明白一件事 这些的软弱 这些就是软弱来的 因为太多的失利 这些软弱 这些没有信心 这些软弱和惧怕 没有信心 其实是拦住我们在神里面 得着什么 以色列人很简单 上战场得胜 那个荣耀是你的 打胜仗的时候 有卤物 有掠物 你会得着 但是当你没有上战场的时候 其实这一切的荣誉 这一切的经历 和你擦身而过 这个就是摩西在这个时候 特特地提醒 以色列人的 就是你既然要进入去的时候 你就要与神同心 如果不同心的话 你可以回家 最后就是胆谢 惧怕的都可以回家 因为恐怕 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 还有一件事就是惧怕 原来这个 这个惧怕胆怯是会传染的 是会传染的 是高度危险的 所以在神的军队里面 如果有胆怯 惧怕的 要对付 否则的话 他会传染 所以你这里就讲到 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 所以这些怕的 馆长都说 你们回家吧 害怕就不要来 害怕就不要来 你回家对付 胜过你的恐惧 你能够定睛仰望神 你才来 其实这样剩下的人 我有时就会在想 这样剩下的人 可能不害怕 都会变成害怕 因为大家都只昂扬的走出来 立正站好 排队 一排完之后 建造房屋的 未成奉献的走了一街 这种葡萄牙 没有收损的 又走了一街 拼命的妻子没有迎娶的 又走了一街 最后胆小的 害怕的 又可以走 走着走着 看看左右的人 都走得差不多了 会不会不害怕 都会变害怕呢 所以这些惧怕 会会传染的 所以我们要去对付 因为我们真的 要在神的国里面 活出我们的一份 我们就要生个恐惧 所以我觉得 今天早上 我们读这个圣经 很特别 因为明天 我们就开始庆祝 我们三周年堂庆 我们进入三周年 神也在这里告诉我们 用信心走前面的路 坚定的相信仰望神 胜过你心中的惧怕 前路一定有挑战 前路一定有我们看不透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人 但是我们一点也不用害怕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唯有用信心可以走上去 唯有用信心定精仰望神 可以胜过一切的惧怕 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 这个就是神要提醒我们的 在这个时候 摩西就将这一番话 来提点以色列人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段落 我们来看第二段 十到十八节 你宁静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 要先要对这城里的民宣告 和睦的话 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 给你开了城 城里所有的人要给你效劳 服侍你 若不肯与你和好的要 反倒要与你打仗 就要围困那城 耶和华你神把城交付你手 就要用手用刀杀进这城的蓝钉 唯有妇女孩子 身处和城内一切的财物 你可以取自己的略物 耶和华你神把你仇底的财物 吃给你 你可以吃用 你女甚远的个城 不是这些国民的城 都要这样子带她 但这些国民的城 耶和华你神赐予你地为业 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留 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将这赫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喜人 西魅人 耶布施人都灭绝尽 免得他们教导你们 学习一切可证悟的事 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 以致你们得罪 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这个前面第一段的时候 延续下去 第一段就是 当他们预备打仗的时候 他们要注意的 胆怯的 有事物产生的 惯例其他事情的 可以回家 不用参与 接着下来 到打仗的当中的时候 又有一个的指标 就是你宁静一座城 要攻打的时候 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 活目的话 如果他们用活目的话 回答你 给你开了城 愿意投降的 你就要恩待他 让他服侍你 如果与你作对的 不肯与你活好 反要与你打仗的 你就要违困他 要攻城 这件事情也很特别 神一开始的时候 就叫我们先用活目的话 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的名声 就是天下传扬 大家都知道神与他同在 他们都有 非常的 辉煌的战绩 这些的巨人之王 都在他们的手上 拜了 埃及都被他们抢夺一空 他们的名声是很响的 大家都知道神与他同在 所以当他们去攻城的时候 他们宣告这些活目的话 是给这座城的一个机会 神其实也很配合 所以这个机会 不是空口所讲的 就是等于让这个城里面的人 有一个机会去选择 要不要跟随神 要不要开城来投降 不要和以色列人对抗 其实不和以色列人对抗 就是顺从加入以色列的这个群体 其实这是很难的 就好像以色列提一个条件 你要不要入籍呀 你入籍的话 你就成为我们自己人 这样就开城投降 就入籍 入以色列籍其实很难的 到今天都是一样 今天你想要入以色列籍是很难的 除非你证明自己有犹太的血统 否则是有很少数的特殊地质 才能够入籍以色列的 以前我带人去以色列的时候 带团有一个故事 就是很出名的 耶路撒冷 有一间中式的酒楼 两个的老板是香港人来的 很多年前他们就在那里 开了一间的商铺 但是他们还没有拿到 以色列的国籍 他们在那里生活 在那里做生意 但他们没有绿卡 他们不是以色列的国民 他们只是那里的居民 但是不是以色列籍 有一次会有一个这样的流转 就是战争的时候 他们的商铺很近 那个以色列城 当时的耶路撒冷 还没有以色列人手上 还输于越旦 以色列乙军就是冒着炮火 向这个旧城来推进 他们的商铺因为很近 于是他们打开自己的商铺的门 让乙军可以进来休息 给水他们喝 给他饭给他们吃 让他们有力气继续往前走 结果这场战 路易战争打了六日 六日之后 陈庆在那里喝个水 吃个饭的就像通报 当时我们作战的时候 陷入苦战 很辛苦的时候 有一间商铺打开门 让我们喝水吃饭 这个报告一上去之后 以色列马上就派人去这间铺 两张身份证给这两个老板 从那一天开始 他们就拿了以色列籍 所以你想想 是一个很不容易的 我们很多人去以色列都很喜欢 他们第一件事就是问 怎样才可以入籍 我说这这样就挺难 它不同其他的国家 神说你去攻打这些城的时候 其实先给他们一个机会 这个就是神 先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愿不愿意入籍 愿不愿意归以色列 愿不愿意像以色列人一样 以神为他们的神 其实做一个这样的抉择 是不是愿意跟神 是不是愿意以神为他们的神 和以色列人一样来生活 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献祭 他们就跟着怎样献祭 以色列人的生活是怎样 如果他们肯的话 就接纳他们 但是如果他们不肯 他们不选择跟随神 那就神也没办法 机会就没有了 那这样子的城里就可以攻取 当中一切的难定 你可以将他们全部杀尽 唯有妇女孩子 深处可以留下 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卤物 神这样子来吩咐 其实神是给机会 给这些人来跟从神 但如果他们选择不跟的话 那就对不起了 所以其实今天也一样 永生和永始在我们面前 我们要做一个选择 我们要跟哪一边 如果我们不去跟神的话 其实死亡是必然的 这就是那个法则 不过这段圣经里面 有一件事很特别 就是十六节 但这些国民得成 耶和华 你神迹赐礼为业 其中凡有学器的一个不可存留 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地方 十节所讲的 你宁静要攻打城的时候 所指的是十五节有解释 就是离里甚远的各城 不是这些国民的城 你都要这样带他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 当他们得着迦南之后 他们很可能会去到更远的地方 他们要再次拖展他们的版图 所以当他们去更远的时候 拖展他们版图的时候 要给这些城 这些国一个机会来归回 但是 就是十六节所讲的 这些国民得成 就是迦南人的成 城市里为业的地方 其中有气息的 一个不可存留 但是对迦南人 一个都不可以留下 而且不需要和他们讲和睦的话 宣告你肯不肯开城呢 等等的 都没有机会给他们投降 因为这些的迦南人 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这些迦南人 已经是同偶像彻底连接 彻底的默化 在神的眼中 他们等同仇敌 所以完全没有机会给他们 而且是一个都不可以存留 为什么呢 因为你存留下来的话 他们就会叫你们 学这些可真的事情 就是像自己的神所行的 以至于你得罪耶和华里面的神 所以这些的赫人 亚摩利人 加兰人 比利西人 西魏人 西莫人 耶不思人 一个都不可以留 否则的话你一定会跟着他们 你就会拜偶像大大得罪神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 所以神一早已经清清楚楚的知道 知道我们会这样 那很可惜的是 以色列人真的没有办法可以做到 当我们去读四世纪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四世纪的第一章 第二章就不断地告诉我们 没有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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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迦来人 他们没有办法将他们完全地赶出 或者是前面 结果他们混杂在以色列人当中 但是我们都知道 四世纪的时代 是一个完全混乱的时代 他们的道德 他们的信仰的标准 一路越降越想越来越低 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混在他们当中的迦来人 成为他们裂旁的赤 所以神一早就讲了 这些的迦来人一个都不可以留下 回应一个大点 第一个大点就是信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真的能够用信心 上下一心跟随神的话 这些迦来人是一个都没有可能留下的 但问题就是有动摇的 有胆怯的 有忧虑的 结果就 结果跟神就跟得断断续续的 没有办法可以拿到全然的祝福 因为没有可能这完全在神的手中 这也对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提醒 我们今天跟随神的信心又去到哪里呢 我们是不是一方面跟 然后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的残扰残类呢 我们是不是就是那个经济城中的 神的道呢 我们是那个种子落在我们心田里面 但我们的心田里面布满了经济 世界的优虑 优虑我们的房屋 优虑我们美国门的妻子 优虑我们的葡萄园 尚未收购 这一切都缠绕我们 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将家来人完全的 从我们心里面赶出 这样的时候 我们跟神跟得不专心 我们跟神跟得不全然 这样子的时候 在一个危机 是一个危机来的 所以摩西在这里提醒他们 这些的迦然人一个都不可以留下 我们心里面 要完全的用信心来跟随神 我们再看最后一段 十九到二十节 你若许久违困 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 就不可局斧子 砍坏树木 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 不可砍伐 田间的树木歧视人 叫你糟蹋吗 唯独你所知道 不是结果子的树木 可以毁坏 砍伐 用以修筑引磊 攻击蜡与你打仗的城 直到攻他了 神又很细心哦 他说你若去打仗 困城困了很久 一直打不到的话 你不要砍那些树 特别是那些结果子的树 因为打仗 最怕就是没有粮吃 担尽粮绝 就没有办法 就要退兵了 所以这些树 既然会结果子 可以供应你 你可以吃它的果子 你当然不要砍掉它 砍掉它的时候 你的军队没有得吃 赢都会变成输啦 所以我们做事要有智慧 对我们有用的 这些的东西 能够供应我们的 我们要珍惜 这也是神教导 祂的百姓要珍惜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唯独你知道 拉破树根本就不会结果子的 你就可以拿来做工程的武器 修筑银垒 可以打赢这场的仗 所以我们行事要有智慧 要懂得珍惜我们身边的东西 今天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听 第一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第二我们要给人机会 第三我们要珍惜神 给我们身边的东西 这样的时候我们跟随神的路 才可以越走越 那才是一条平坦的大路 我们有困难不用惧怕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理清我们里面的思想 放下这些忧虑 单单的仰望神 然后我们要给人机会 更加去珍惜 神给我们身边的东西 这样的眼目的改变 就让我们的人生的道路 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神的同在必然在我们当中 我们必定经历 神给我们的平安 欢喜和快乐 阿们 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 看见马皮车辆 并有比你名多的人民 不要怕他们 因为你你出埃及的耶和华 你的神与你同在 因为你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你的神与你同在 神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在经文的一开始 就跟我们说 虽然我们见到很多的仇敌 虽然我们见到很多的马皮 很多的车辆 甚至仇敌比我们更多 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 我们不需要惧怕 我们不是要定睛 要看这些马有多好 我们不是要数仇敌有多少 我们不是要看 人家的人有多少 我们自己有多少人 我们不是要去比较 你是我们单单的依靠 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的一心归向你 让我们的心去思想 去纪念 去回顾 就是神 你是离我们出埃及的神 你是离我们去出 离开围炉之地 你是离我们脱离仇敌的捆绑和瑕疵的神 只要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不需要惧怕 神啊 你让我们的心思忆恋 再一次静静在你的身上 神啊 你让我们去坚定地相信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你是帮助我们的神 你是拯救我们的神 你让我们能够 紧紧去跟随你 而不是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恐惧 很多的不安 很多的愤怒 很多的比较 甚至我们看仇敌比你更大 神啊 我们将这些交到你的面前 我们承认我们是信心不足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靠自己是不能够的 我们没有人可以在神里的面前 可以自夸说我们做得有多好 但是 真正因着我们的不能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不足 我们信心软弱 我们就更加的依靠你 我们就更加去依靠你 神啊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的早上 再一次去定睛在你的身上 去承认自己的不足 承认自己的软弱 让我们能够更多更多的去依靠你 弟兄姐妹 我们这一刻 我们都面对我们生命当中 很多的仇敌 很多的困难 外面很多马皮 外面很多车辆 甚至仇敌更在众多 好像很多攻击 很多不好的事情都围绕着我们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面对 没有办法有信心的去得胜 但是 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眼目 定定在神的身上 我们将我们的困难交给神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将我们的困难交给神 或许是你的工作 或许是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你的身体 你这一刻的经济状况 正在面对很大的困难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再一次的将你交给神 再一次的交给神 先让我们来到你面前 向你承认 我们被很多事情来缠绕 就好像经文里面说 我们有房子要奉献 我们有女朋友 等着要去迎娱 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 要去做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要去先处理 感觉上已经很近了 我要先处理 我要做好这件事 做好那样子的事情 我要先处理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却将你 放在一边 不是放在首位 但是神你今天 再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要先神厚人在大地 我们要再一次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承认 我们相信 你是我们的首位 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 你必然帮助我们 给能力我们 兼顾我们 去面对 一切的问题 因为唯有理 是问题的答案 或许我们 是用很多方法来解决 但是我们却忘记了 要来寻求你 神让你帮助我们 你让我们今天 再次紧紧的 依靠你的时候 你帮助我们 你让我们可以 在你里面去运作 但是神你帮助我们 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 来到你的面前 就正如你所吩咐我们的 就是我们不需要惧怕 我们再一次去思想 你是领我们出埃及的 那个耶和华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 耶和华 有你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惧怕 神啊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讲出我们 生命当中一切的外邦人 一切不属于神 你的声音 一切不属于神 你的声音 这些从仇敌而来的恐吓 从仇敌而来的攻击 你让我们都能够 不看这些攻击 看到这些的 而害怕 而占尽 我们要看着你 我们要看着你 我们就有心心往前行 我们看着你 我们就知道 你是我们的唯一 你是我们的守卫 你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就不需要惧怕 因为你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惧怕 在经文的第二节说 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 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 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 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 宣告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人啊 你们当听 以色列人啊 你们当听 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 争战 不要胆怯 不要惧怕 战争 也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 因为耶和华 你们要为你们与仇敌 争战 拯救你们 你们不要胆怯 不要惧怕战争 也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与你们同去 要为你们与仇敌 争战 拯救你们 拯救你们 耶和华 你们的神 与你们同在 要为你们与仇敌 争战 拯救你们 神啊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相信 你与我们同在 你必然拯救我们 医生姐妹 我们刚刚 阿迪努 牧师和金奴都提到 我们新瑞将 要进入三周年 明天后天 我们要来祭练 神在我们当中 在新瑞当中 这三周年 去奇妙的 祂奇妙的带领 拯救和作为 但是我们先要 为我们的基石来祷告 为我们每一个 同工小组长 我们在基石 为分的身份来祷告 我们怎样才可以 在上阵的时候 在打仗的时候 我们能够出来 在百姓的面前 去宣告 我们怎样能够 面对打仗 不是很忙碌的 去找兵器 去预备 去练武术来打仗 而是我们要有信心的 先站到百姓的 面前去宣告 这一份的信心 怎样来的呢 是从神而来的 不好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我们一起举手来 为我们的同工 为我们的小组长 为每一个的基石 去祷告 神啊 你将额外的信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你让我们 面对争战 我们要上阵的时候 我们要打仗的时候 我们不是慌乱的 我们不是忙于 去拉兵器 我们不是忙于 去习武 去训练自己 肌肉有多强劲 而是我们要先听你的话 我们先要将信心 求神将信心 赐给我们 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信心的 去到百姓的面前 去真实的宣告 去宣讲 我们不需要惧怕 百姓的反应 可能百姓有不同的反应 当我们去到 百姓的面前 去宣讲的时候 或许 百姓会觉得 你讲究这样子说 真 我们未必会接受啦 可能他们会有 很多的反应 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 我们就单单的靠着你 单单的以你为中心 单单以耶和华神为首 你是我们征战的元帅 你吩咐我们的 我们就 百分百的去遵行 你吩咐我们的 我们就百分百的去遵守 去持守 以色列人啊 你们当听 你们今日 将要与仇敌争战 不要胆怯 不要惧怕战惊 也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 要为你与你们与仇敌争战 拯救你们 神啊你帮助我们 你让我们真实的宣讲 你让我们有信心 让我们每一个祭司 每一个立位人不胆怯 我们就来到百姓的面前 去宣告你的话语 去宣告你的真实 宣讲你就是那个慈爱 你的信心的神 我们去追求你的同在的时候 神你必然为我们征战 并且让我们征战得胜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再一次去知取你 给我们的能力 知取你给我们的信心 更加我们再一次 静静在你的身上 神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你 你是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你是带领我们得胜的神 更加你带领我们 进入第三年了 带领整个新瑞 整个教会 进入第三年了 我们当我们回顾的时候 我们除了感恩 仍然是感恩 因为你带领我们得地为业 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 在百姓面前能够平信心去宣讲 更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可以为你兴起发光 成为更多人的帮助 耶稣我们感谢你 生命纪二十章 第二节 因为 邻里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 与你同在 第四节 因为耶和华里面的神 与你们同在 要为你们与仇敌 征战拯救你们 所以新瑞的弟兄姐妹 先生的弟兄姐妹 不要胆怯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的跟随神 今天承找的内容 就如金奴唱的歌一样 不要退缩 我们要跟神 我们就跟到底 我们要定静在神的身上 好像师母刚刚讲的一样 怎样我们才可以有信心呢 定静在神的身上 我想祂是那个带我们出埃及的神 所以前面的路 祂一定会为我们开 所以我们不要胆怯 不要退缩 继续的跟随神 起来祷告 主耶说我们感谢你 让你神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主要你教导我们 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 虽然我们见到的马匹众多 车辆众多 甚至仇敌的全是 都好像大海 好像包老胸头一样 但是我们只管定睛在你身上 因为你是能够分开红海的上帝 你是能够在旷野赐下马辣的上帝 你是供应我们 保护我们 让我们可以胜个一切巨人的上帝 有你同在我们还惧怕什么 我奉耶稣就的名将这一番话 放在我们所有的人的心里面 灵里面 让这句话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 你指的我们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神必带领我们前往 主要我们 让我们继续的紧紧的依靠你 跟随你 定睛在你的身上 必然胜个一切的仇敌 主求你这样帮助我们 这样来祝福我们每一个 祝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成岛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也欢迎大家 明天在我们崇拜的时间 来到这个地方 庆祝我们的三周年 一起欢呼纪念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 愿主祝福大家